本月28号 一般社团法人全日本黑龙江联谊会成立大会成功落幕 本月28号 一般社团法人全日本黑龙江联谊会在东京江东区举行成立大会 中国诸日使馆代表 在日华侨华人组织代表 各业界精英以及逾百名在日黑龙江同胞出席了成立大会 会长王宝丽在致辞中表示 望联谊会成为在日黑龙江人沟通的平台 为促进在日同胞们的发展 促进祖国的繁荣昌盛 促进中日友好 做出贡献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乔务办公室发来贺信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随后 王宝丽会长向在日华侨华人组织代表 颁发了常务副会长 各地分会长等聘书 就大会的成立宗旨 王宝丽表示 我们的宗旨是为咱们中国人 为咱们华人在日本生活得更好 以这个目的为起点和出发点 大会还为来宾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成立大会在热烈 友好 融洽的气氛中圆满闭幕 就会想出现吧 不消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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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